- 露秋單品 - 露秋單品 嗨 大家好 我是阿薇啦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來跟大家分享 露秋單品 不過雖然說是露秋單品 現在2023年的10月 依然還是非常的炎熱 所以我今天也不會準備那些 看起來就很熱的單品 我會選擇一些在夏天的時候 一樣可以穿的單品 那我覺得我這一次找一些單品 算是以前呢 比較沒有分享過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啦 然後這一次的分享 我想要先從配件開始 首先的話就是這一頂 在我旁邊的這個 Post Marlon演唱會的卡車帽 那大家也知道我很喜歡Post Marlon 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Post Marlon算是我近期去看他的演唱會 真的是覺得 這是我人生中看過最屌最屌的一場演唱會 那這頂卡車帽的話不多說 上面就是印著一個卡車的圖案 下面寫著Austin Post Marlon Austin也是Post Marlon的本名啦 像我知道這次的周邊 並不是有門票的人才能買 但我跟我哥還是非常誠實的一人戴了一件 那我哥是買T恤 然後我是覺得這頂帽子真的是非常好看 最近真的是綠帽專家 我覺得這個綠色也還蠻好看 就是做一個呼應 然後它全部都是白色的 後面的話非常可愛 它是用這個壓扣的設計 不過有依說依啊 它這個品質真的不是很好 那這個扣子我才弄幾次而已 這裡就已經有點裂掉了 像是不太影響它的這個鬆緊度啦 但我還是覺得 如果做工能夠再好一點點的話就好了 畢竟這頂也要一千塊 那這頂帽子我很喜歡 就是它的帽顏算是比較短一點點的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俐落 那我覺得這頂帽子有一些可愛的元素存在啦 那現在這種網帽也是越來越流行的 一些街頭品牌都有出 像是XLARGE或者是STU-C等等 那我自己會覺得卡車帽就還蠻適合搭配 比較街頭感滑板感的穿搭 所以我自己在搭配的時候也會照這個方向來去考慮 戴上去的時候都會想到當天演唱會美好的心情 如果要我推薦大家一首它新專輯的單曲 我會選擇是Overdrive 接下來綠帽達人要跟大家分享第二頂綠帽 就是這個Monday Socks 所推出的一頂帽子 那它是用這個陽肌標來去做呈現的 基本上就是一頂很簡單樸素的帽子 不過在它後面一樣是做壓扣的設計 我自己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就剛好都買這種設計的帽子 那我覺得壓扣其實也還蠻方便的 其實想買這種帽子也是受到饒舌歌手 TilerThe Creator所影響的 因為它戴這種比較平岩的帽子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看 可以看到它有一篇PO文是有各式各樣的New Era帽子 雖然我不太確定它戴的是全風帽還是Snap bag 但是我覺得這種平岩帽子最近就還蠻吸引我的 那這個綠色的話就比剛Post Malone那頂還要再深綠一點點 也更接近TilerThe Creator它平常會戴的顏色 那我自己很喜歡它前面的這個NY 它是使用只有鎖鏈車的 那顏色是稍微帶點金色 也很小浮誇但是就呈現出一種優雅感 然後在後面它也是使用Monday Sock的刺繡來去做呈現的 不然像是它壓扣的材質 還有裡面的這個縫線做工 我個人都覺得非常不錯 是我最近也很常戴的一頂帽子 那這個品牌也是走一個美式街頭的風格 所以我平常搭配這一頂帽子的時候呢 通常也會以這樣的方向來去做考慮 不過我後來發現它其實跟Needos的運動風格也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平常在搭配的時候很常穿Needos的褲子搭配這一頂帽子 接下來就來講衣服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呢是來自一個台灣的品牌 叫做Paradigm他們所推出的足球衣 那我個人呢就是在前陣子的Blockhole稍微有點被洗到 但是我會覺得像是一些運動品牌 他們所推出的足球衣呢 稍嫌有點對不上我的胃口 因為上面通常會寫什麼Neymar Messi或Modrich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說我又不是一個很會踢足球的人 好像有點配不上那個足球衣啦 不過這次剛好Paradigm他們推出的這一件呢 是比較使用足球的訓練服為設計靈感的 他就省去掉很多一般的足球服上面會有的印刷或者是圖案 Paradigm這個單字的意思其實是典範 其實算是一個學術詞彙 然後在科學史的範圍中也可以用來描述 群體對於世界運行的共同認知 那我覺得運動也算是連結國際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像前陣子就在比亞運嘛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做足球服呢 其實最一開始要回到他們品牌的主理人呢 就是發現自己在平常運動的時候 並沒有好看的球衣來穿 所以他們就選擇自己做 我是非常Respect這種實踐家精神的 所以他們就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風格 將日常的休閒為設定來做出這件衣服 像這件足球衣他其實就改良了非常多的地方喔 他們的圖案設計其實我覺得他的印刷是非常好的 這也是完全沒有膠感的 那上面就是有Paradigm他們的剪寫 然後在盾牌形狀的徽章印刷上 就有三個北卡紅鷹的圖案 讓這件衣服看起來多了一點學院風的感覺 然後在右胸口的話則是有他們的刺繡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刺繡所呈現出來的樣子 因為像是在念書的時候會穿的制服 上面要繡學號一樣 然後在背後的話就可以看到 這整個就舒服啦 就是非常的素 上面只有印他們的品牌slogan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他這一件的設計 而且再仔細看的話會看到他們的布料呢 其實並不是純白的 有一些稍微的黃色圖騰在上面 那我自己覺得不太顯眼 但是近看的時候又覺得非常的細節 然後他在領口還有手袖的包邊上 都是使用撞色來去做拼接 也是非常有復古風的感覺 平常在搭配這件的時候 我也會走一個Blackboard的穿搭方式 也就是以足球衣搭配牛仔褲 然後再搭配我那一雙經典的Samba 那我覺得在搭配起來的時候 整體還滿有歐美風的 像我覺得這件的設計還滿到位的 那整體的厚度也是比一般的足球服 再厚一點點 所以在冷一點的天氣的時候 我相信也是可以穿得住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他們的IG連結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這件的話呢 就是來自 Auto Legacy的一件單品 那這個品牌呢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邊 那我自己覺得這件Auto Legacy的褲子 也算是我入手到之後才體會到 Auto Legacy真的很會做版型耶 怎麼說呢 就是這件褲子 它其實看起來呢 是一個普通的工作褲 但它是帶一點喇叭感的 然後它的面料也是非常有特色 大家在螢幕上面 可能感覺它是棕色的 但它其實在不同的燈光下呢 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顏色 這是非常的有趣 那這件的話呢 它材質也是偏機能材質 會使用的鋸質纖維 所以它是非常輕薄好穿的一件褲子 只是它也是有個小缺點啦 就是它這個褲子呢 只要碰到水的時候 它的水質就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顏色很深啦 讓人家以為你是尿褲子 其實只是剛洗手出來而已 就會小小的尷尬啦 不過因為它材質的特性 其實很快就揮發了 然後一下就乾了 所以你只會尷尬一下下而已 然後這件褲子 它是由五個口袋來組成的 在左右側插口袋之外呢 下面還有兩個cargo口袋 然後在屁股的部分的話 則是單邊的口袋 讓這件褲子看起來比較俐落一點點 因為如果是雙邊的話呢 看起來就過於制式啦 然後我剛才有誇獎一下它版型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它膝蓋的部分呢 其實是有兩個折皺的 穿起來的時候 看起來讓這件褲子會更3D 更立體一點點 然後也因為材質的關係 所以這件褲子在穿搭的時候 雖然它輕薄一樣是非常硬挺的 這裡在穿搭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褲子真的是超級白搭的 它不管是搭淺色系的上衣 或是深色系的上衣 都能夠做搭配 唯一我會注意的話呢 就是我通常會搭配更寬鬆一點點的T恤 或者是上衣 因為我覺得這件褲子它整體營造出來 那種挺闊的感覺 如果你上身穿的太合 稍微會覺得看起來有點小別扭 然後不管是搭皮鞋或球鞋 我個人都覺得很適合 整體就是營造出一種北歐的優雅休閒感 我非常喜歡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秋天的時候 真的很常會穿到的單品了 這是來自Playme所新推出的風衣 那它是雙口袋的設定 這個口袋是做小立體的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在這個顏色的灰色上面 大家看我前幾支影片很常穿灰色嘛 就知道我現在對這種灰色 根本就是毫無辦法 那這件Playme的風衣 它其實在面料上面 是使用防潑水的面料 所以在機能性上面 我覺得是非常夠的 然後胸前的兩個口袋的配置 是很簡約卻實用的 它有一個暗袋可以讓你放卡片 我個人覺得Playme在設計這一點 真的是非常的貼心周到 然後還有在它的袖口 是有魔鬼毡可以黏緊 來做一個防風的效果 而它的版型我覺得是稍微寬版的 雖然我是拿XL號 看起來會比較在寬一點點 所以穿搭起來的時候 我會走比較高空一點的感覺 那我自己很喜歡把下白收緊 稍微帶一點輕度的機能 然後又很有都會感 這個灰色的顏色 我覺得就非常好搭 不管是搭藍色的褲子 或是黑色的褲子 我個人覺得都很適合 Playme最近有一個週年慶的活動 就是這件外套它是2680 然後買完之後 還會再送一件長袖T恤 所以算是非常划算的一個檔期啦 我也把它們更詳細的週年期資訊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再去瀏覽看一下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入秋單品分享 不知道大家也買了哪些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 跟我做一下分享 我也是還蠻喜歡看你們買東西的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別忘記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跟追蹤個人IG 因為我覺得入秋單品 之後可能會再拍另外一集 那最近也是會準備一些 還蠻有趣的企劃 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所以大家也別忘記持續的關注啦 那這邊也是非常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阿偉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